新价涨爆炸了 这预示着什么熊的吗 反观车价呢 跌冒烟了 七八月份涨价的宝马 又加入加格战了 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 涨价是为了更好的降价 你就看看现在新能源卖成啥样了 本身今年就是存量市场 特斯拉小米理想 包括问界比亚迪 卖非编的了 你以为新能源就50万以下的卖的好 问界M9是50万级别以上的消灌 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下的BBA降价降爆炸的原因 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 不要追涨杀跌 你就看董事的加价排行榜上 近十年以来 超过90%以上的品牌 燃油车的价格已经是冰点了 大部分车企都在亏钱卖车 不想亏钱的 只能减产 财源保价 你看看本田就知道了 买完车都不要看降价排行榜 我怕你气爆炸 三年不来事 多放万有其他视频 指定能让你受用 作为车圈颜值博主 必须靠谱